嗨大家好 我是唐强 又到了周报时间了 那我们已经进入10月了 我们看一下10月2号到10月8号 这一周形象如何呢 我们已经进入了天平月份 而且天平有蛮多大星的水星 太阳跟火星 都是很阳性的能量 所以跟外交啦 或者是跟社交 一或是国与国之间 要不要合作 要不要角力 所以这种比较类似政治事件呢 都会蛮端上台面的 纷纷扰扰 尤其本周火星在天平冲刺 所以类似外交方面的一些事件啦 纠纷啦 或婚姻关系 有看到谁离婚了 谁结婚了 这一类的事情都越来越多 当然这也意味着 我们可以去思考回我们自身 要是我们 我们会怎么选择呢 这一类的思考要好好把握 那除此之外呢 因为天平心群的能量 也是上帝手指的顶点 如果你正在一个合作案当中 你正在一个交往的关系当中 你们可能都要去认真的思考 那些背后的问题哦 隐藏起来的某种跟价值观 或者是它类似童年阴影创伤 它有没有什么潜意识 被它藏起来 这种动机 我们还是要稍微分辨一下才行 我们这一周还有金星冲刺 跟水星冲刺哦 那金星冲刺在狮子座 那当然也会放大了狮子能量 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有时候在感情方面 我们会蛮快的掉进去一个感受里面 或者是想要在感情当中证明自己 因为金火都在冲刺 所以你在感情上 有没有什么冲动的决定 或冲动的行为 或者是有忽然想浪漫一下的想法呢 浪漫一下是可以 但是不要制造一些 你后面收拾不来的纠纷比较好 毕竟在这一周也是 金星跟土星有一个对分项哦 所以当你冲太快 你就会发现阻止的能量也蛮强的 或者是蛮容易被抓到犯行 如果你是在犯法 或者是太过冲动 太过自意妄为 这个都很可能被纠正被抓到 所以这方面的纠纷也会比较多一点 这周有一个很重要的星象 还有火星跟冥王星有90度 这个火星在冲刺中 又跟冥王星有90度 他的确是一个会制造出 不好事情的能量 类似啦 比如说情杀啦 仇杀啦 或者是合伙纠纷 导致拆火啦 然后拆得很难看 等等 所以大家要克制自己暴力的冲动哦 那我们如果遇到周遭有暴力分子 也要离他远一点 我们来看个别星象影响是如何呢 第一组是狮子天平 射手跟摩羯了 狮子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事业工作方面是蛮多资源的 反而是你要决定路线怎么走 这一点比较让你想很多 想一下是对的 那在感情方面呢 最近也是有两种类型让你想一想 我更喜欢哪一种 这也会让你投射就是让你更认识自己 原来我这样也可以 那样也可以 好那另外一个是天平座 天平星座的朋友 在事业工作上呢 要注意生涯当中遇到的女性 她们可能很聪明 或者是做事情很有自己的章法想法 都是你可以参考的 另外在感情方面呢 你讲话比较犀利一点 你也比较想直接沟通 那好处就是可能让你们关系突飞猛进 坏处就是也很快就拆火了 那另外是射手座 射手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事业工作上呢 最近是有很不错的效果或成果 那让别人觉得念棒 那也有升官运哦 也有得奖运 请好好把握 那在感情方面呢 人逢喜事精神受盎 这样的你会因为你的效果敞开啦 或能量很正向啦 反而就让别人觉得很有魅力哦 那另外是摩羯座 摩羯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事业工作上呢 最近的确已经找到了一个窍门 做得越来越好 做得越来越快 所以进度会超前 那你也会使别人有一点压力就是了 那感情上来说呢 你也会想要追进度 所以比平常主动积极一点 而且积极的很有效果 我们来看第二组是 金牛双子巨蟹跟水瓶了 金牛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这一周工作上 你会给人一种莽撞的感觉 真的蛮难得的哦 或者是难得把自我露出来一点哦 然后旁边觉得你是暴君 或者你有点太自以为是了 这一点如果你能够 聆听别人的意见想法 是会减少很多错误 那在感情方面呢 来念的场域很可能是运动场 你伸手矫健的模样相当吸引人啊 另外一个呢是双子座 双子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工作方面呢 我希望你调配一下时间 就是有时候休息 有时候认真的工作 那这种适当调配 反而让你事半功倍 而不是一味的工作狂 那在感情方面呢 最近有很奇怪的感觉 就是你没有很喜欢的 靠你很近 然后你喜欢的又追不到 就是有点尴尬 那另一个呢是巨蟹座 巨蟹星座的朋友 在事业工作上呢 最近有一个新的突破机会 但是你有点胆小 你有点想太多 好可惜哦 你要不要胆子大一点呢 那在感情方面呢 我觉得有机会的是 新认识的朋友 而不是旧的 已经认识了那一批 所以多去参加一些 陌生聚会吧 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是水瓶座 水瓶星座的朋友 其实这一周 比较适合独立作业 或者是如果你是 走这个动脑的啦 比较自己可以解决的 行业的话 是会表现得蛮出色的 你的思想深度 会蛮令人感动 那在感情方面呢 则是要注意哦 你比较孤僻一点 那这个孤僻已经飘出来了 可能会让跟你个性 差很多的人会觉得 果然是难相处 或者是萌生粉手的念头 那我们来看最后一组是 牡羊处女天蝎跟双鱼了 牡羊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这一周呢 你的某种强势 或者是霸道总裁的感觉 可能是让很多事情 反而中断的原因 所以无论如何 能够协商 或者是让别人觉得 你是可以商量的很重要 那在感情方面呢 也是要注意一下哦 比如说你们之间还蛮多 流长肥短 让事情有了一些变数 那你也不要太骄傲 该辨解要辨解哦 另外一个呢是处女座 处女星座的朋友 在这一周 可能会有很多的方案 然后看起来都很有可行性 但实则验证起来不然 就有一点像在诱惑你 所以经过你的分析 你也一一的把梦幻给打破了 所以这一周会经历这种 不断失望的过程 不过没有关系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那在感情方面呢 你就太谨慎了 有些感情其实 也还不要想那么远嘛 你何必一定要阻挡呢 或者何必一定要那么的高冷呢 稍微温和一点 交朋友而已嘛 那再来呢是天蝎座 天蝎星座的朋友 其实在这一周 你显得比较保守一点 那你这个保守的能量呢 反而会让你错失了很多机会 所以不能怪别人哦 有时候要怪自己 你太多的忌惮三分 太多的想象了 其实别人不见得伤得到你哦 那在感情方面则是 希望你愿意打开你自己 有时候就是因为你的保守保留 或者是固执 使得一段感情就这样子有点冷掉 很可惜哦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呢是双鱼座 双鱼星座的朋友 在这周有一些事情要从善如流 虽然你看起来是可以的 但其实你很着急 那我希望你从身心内外 你都能够真正把自己的步调放慢一点 接受最近有一点卡 但是你接受了事情就开始顺起来哦 那在感情方面呢 这一周比较适合分手 想分手的人可以好好运用 打擾了 那还是突然有地方 就要给你成ize 我会玩得太快了 再来这时候 要自然的你 伤了 有点意思 我会打算 那还是突然 就是你 这样的音乐 我会玩得太快 但是我会玩得太快了